4不丢道具直接压 过来对枪跟自由队 天哪 这个时候你如果换一个 而且他那个血量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走位的空间了 站那个边就直接没 捷宝没了 捷宝这名选手 说实话是一个 这个点就是在于 喜欢跑位 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你如何跑的一个合理的位置 是关键 ZZY 给队友报仇了 能补吗 GFI分数 不太稳的 小鹏被打掉了 但暂时是倒地的状态 而S是有点难搞 这个反坡一颗闪就敬礼了 阿童木五个雷 雷阵子阿童木 但丢不到 Summer现在进点压力有点大 需要队友赶快去搞事情 但Summer把烤鱼给打了七五 抓了一波破点 直接把阿童木秒了 长条 Summer解决不了 是长条方有人这个刻意赶走的 不敢走啊 这胆子稍微有点太大了 哇 GFI 74分 在服人 是的 XCG远年一直在不断的拿分 你把喷子跳窗直接出来 有烟没看到 给一颗折角闪 911打了 阿童木的血量刚刚打起来 随意的开两枪 还有道具吗 翻窗出来 因为G4已经来了 GF还被淘汰了 74分 是的 马先锋 一马当先 先被放倒 这就有点难受了 利用这个反坡 G4 这1897 甩喷就是节奏感 队友可以 天路直接到反坡 匆匆需要卡在反坡下了吗 这个位置具危险 差异枪 有人架枪了 是的 车速拉起来之后 可以去到房区再打个药 还好 命大 天路是没什么问题 91分的天路 DT可能不知道 自己惹到了快乐 前面没事 不过这个行为 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了DT 他们现在的心态 还是很不错的 对吧 就这种状态 保持到明天 我感觉他们也可以 进手绝了 是啊 就是该怎么 DT也在努力 是的 快乐队都这么尽力 阿瑞斯 这个位置被发现大了 阿瑞斯倒在马路上 膝盖磨破了 也摸不到队友脸上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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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位 比较容易观察到头顶上 他是属于那种 半提田式的这种地形 只要你还没有扎到我的近点 ZZY打了啾啾 自己插一枪 哎呀 往下一趴 这就是消音的问题 不知道哪打的 只能通过子弹的落点来去判断 那这个 枪械啊 他在使用不同的配件 他给你的那种 回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看到没有 到点的 给大家上特技 空中360度全转落地 然后左右还看了一眼 没看到 想敲了 投尼身要发力 被刺一波 打掉一个 渔人那边的血量不是很高 队友报了信息 渔人趴下了 看不到的 但是后面自己 还有一个补枪位啊 TYE没了 毕竟要考虑到 你要进圈的一个问题 过马路的问题啊 那这样进极限边缘的队伍 DT这局也具危险 进不去圈的 要么就把牛HAPPY跟RBS都打了 要么自己就没了 好大 你看天地这个点 他其实很难操作 打得啾啾 天地和天天 各打一个 真的难操作 不过RBS已经倒三人了 先拿一分 现在DT就在一个底破呀 这个底破在面对 牛HAPPY这支队伍的时候 完全没有一定点操作空间 远点这个位置 说实话不是很好架枪 但是天天的手感上来了 血量不高 四阶段的篮拳伤害了 还是被篮拳给带倒 血量上市有优势的 天地地 孤注一掷 能拿一分就赚 拿不上了 74 不过他们把GFI给抄了 他们的排名分多一分 对 这局 这局开局受伤GFI 随后就是DT 再往后就是XCG XCG倒一个 被玉玉直接给炸了 一把喷子 又是KID KID这把喷子是有说法的 一个地炮雷 滚地雷 时间天路没有再往自己的这个中间的房区去冲的时候呢 先拉一手队友是可以的 天路现在一个阵 往这一放 XCG头皮发麻 然后要想的就是XCG能否逆天改命 打闪要反冲了 这个闪打的 一盆子喷两个 Omega 喷三个 帅宝Q 难道真要逆天改命 再找人 在 WOW Omega 不由天 Omega 一传四 好帅 这就是我们春季赛MVP的真正实力吗 是的 两支北部转移的队伍终究相遇到一起 持续的道具轰炸 无锡低起最后一人 ACG也是要去冲击 长龙在这个位置一直晃 WCG这个位置是不是打背身吗 注意力 注意力都在 在蓝白之间的DDT的那一侧 WCG这一波直接摸到了长龙的屁股的位置 被勾引了 对 反而 牙匹的这个点位是可以扶的 Crazy Air 2的远点出仓 羊仔直接被放倒 解了Pero的一个燃眉之急 看看Pero能不能抓到这一波 对方导人的信息 铃铛要选择正面图防吗 扣了一会儿的吓一跳 他想趁WCG打架这个timing 然后摸下这个坡结果国家有个人 主要是他在上面爬 坑里面的这个选手是完全能听得见的 对 几年前这种场景我会吓得把鼠标都甩飞 被道具炸 方向不错 雨露军针 全部大残 还有 Pero又炸TMA又炸WCG的 是的 小组打了一个567 567 直立被捕 捕了 Pero还在稳定的拿分 有操作空间 这边的反波很多 有操作空间的 扣的一个出枪 扣的打了两个 接两一打一 小组 打完了 打完了 两个人的枪线 一北一南 直接把WCG给融化了 这波跟扣的完成了一波配合 是的 然后NewHappy也是冲击了一波实习的防区 但这个防区它也是一个高低防区 这个位置是可以反卡一手TMA的 对 可是HQ的20个淘汰的机 难啊 没机会 这不好走 这个人怎么180米左右 泼水把人泼倒了 是的 明明150到180的设计距离 直接一波泼水 是的 人多傻 小组给民被淘汰了 大家排名分更近了一步 现在DT看着XCG一直在排名分一点一点加心得很难受 又是一个过点没空枪的 不好走不好走这一边的地形刚好是在二楼的视野的可控范围之内 又是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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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上两连跳三条信息 是的 就漏了 就倒之后了 对 东切就有机会晋级 西切就有点难度 但不代表没有机会 又是小组 这HQ一看 小叮当加冥冥 两码枪给夹住了 对 北切也在圈边 那还能多得一分排名分 现在我觉得就是谁也别招惹 对的对的 但他再怎么样也得多拿一分 XCG他确实排名分 XCG 原来的队伍都是大哥都是晋级的这种火箭般的尖子声 HQ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被Pero跟NewHappy同时盯上了 也不会影响格局了 是的 就看这局谁吃鸡 谁有一个完美的下班局 主要是通过这个决赛圈来看一看 他们在这一波上面的细节处理吧 因为毕竟要考虑到就是周决赛的 有的时候概率论确实是有用的 是呀 比如这一局开局的时候 就有说过这附近成为决赛圈概率很高 对 确实有一些特定圈形里面是这样的 KID在进店直接 吴迪迪侧面瞄立脖头 这位置没有掩帖 再收一分 HQ先被淘汰出局 进在厕所里面倒了 厕所倒了XCG 过马路的时机抓得很好 就是在HQ被打掉的那一刹那 就没有人注意到Pero这边的一个动向 马哥怎么来 你看现在牛海皮不给机会 那只能依靠前一年的两名选手 给些压 是 实际我展现压枪的技术 一枪头 没关系 K到了 小鬼这边直接把分数K下 两个队伍在这个防区拿到了不少的分数 这一高一低的防区的枪线确实压 梅花庄刚好是在两个防区的阵阶中 男的那一颗雷 一雷双响拉出来 要主动出击了 Pero先被淘汰 但是 17这边也来了 幻神直接被Legos给放倒 那就攻了 倒两个再不攻 来了 牛海皮在扶人 S2K 喷残 无敌侧面一打一周平安 周平安一速三 到底 无敌的Pick的时候 用偷接子弹了 又是一个测试